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请放掌 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里面 我们上一周有提到菩萨的功德力 菩萨可以解七难 断三读 然后呢 嗯 对能够应二求 就是求男求女 他都可以满众生的愿 还有菩萨的功德力就好像 你 我们如果礼拜一针观世音菩萨就好像在礼拜六十二一恒和 沙菩萨一样多的功德 甚至还可能还更殊胜 你刚刚有人问师父为什么是六十二一 这不知道 对这个不是我可以理解的范围 我不晓得为什么是六十二一 查到再告诉你们 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力 还有他如何度众生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他能够显现三十三应生 三十三应生我们最常讲的就是如果国土众生有需要的话 应以和生得度观世音菩萨极限和生而未说法 至于是什么生呢 我们就是这三十二应生当中 其中一个大家把它套入 其实就知道 可能以佛生啊或菩萨生啊什么生 或者是比丘生比丘尼生 或者是妇女生都有可能 那这些我们要知道三十三应生只是一个代表 一个大概 观世音菩萨他一定是超过三十三应生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讲义情翻到第四页 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 以种种行 由诸国土度托众生 事故如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 观世音菩萨有这么多的功德 他能够成就这么多的功德 他最重要的一个度重的方便就是以种种行 这个种种行就是刚刚说的三十三应生 这个行就是形象身形的意思 能够由诸国土到所有的国土当中他都能够到处去度众生 因此我们应该要供养观世音菩萨 因为菩萨这么慈悲在度众生 他用他的全部的心力用他全部的精神他的大慈悲大愿力来度众 那他能够度众生 众生也愿意被菩萨度 还有众生看到菩萨在度人 众生又能够以清净心 恭敬心供养菩萨 那这个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 算是也不叫做回馈 而是就是我们诚心的觉得 这个菩萨是这么的慈悲 我们景仰的对象 我们恭敬的对象 所以我们用清净心 然后虔诚的心来供养佛菩萨 佛接着就说 世观世音菩萨摩赫萨于部位极难之中能施无畏 世故此错婆世界皆好之为施无畏者 所以菩萨他就是在众生有恐怖 有畏惧有紧急有困难的时候部位极难 这时候菩萨都能够施与众生无畏 就是让众生没有恐怖没有颠倒梦想 因此我们就知道观世音菩萨 另外一个称号叫施无畏者 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观世音菩萨好多称号之一 那我们来看上一周 有给大家看美国的 那个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里面 其中有一幅画 那这个是法华经 那在法华经里面的经变图 这一个我们看右边这边 观世音菩萨他这边讲说 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 应以佛生得度者 观世音菩萨即现 什么生为他说法 佛生 因此我们看到这边中间就是佛 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所以表示这尊佛就是观世音菩萨所显现的 那他度的这一个人这边看起来就是类似王公贵族的人 那左边这边就是以辟之佛生来度 所以这边有人看起来也是比较像达官贵人 那这边就是辟之佛 你看他是坐在这个石头上 然后他是圆顶 因为辟之佛他就是独自修行 所以通常就会用这样表现他是在外面 在山林里头修行 那同样这边上面也是有观世音菩萨 所以一个是佛生 一个是辟之佛生 那这边就是生文生 以生文生得度 那这边这一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你看他度的这些人也都是什么 生文人 可是跟前面就不一样哦 前面佛不是来度佛 辟之佛不是来度辟辟之佛 这里是刚好这一章 等于说这一段 这一段图像的表现是 以生文来度生文 但是他可不可以以生文来度一般的居士 或者小动物等等 或者恶鬼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因为他只有说众生应该以什么生得度 观世音菩萨就献什么生来度他 那因此 譬如师父现在是在人道 我能够得度的因缘 是因为某人献佛生 我就看得非常欢喜 那么我就得度 或者是应该是比丘或者比丘尼 那我看到了我很欢喜 那我就会得度 所以他就是因以合生得度 极限合生的为说法 那这边就是犯王生 应该以犯王生得度 所以你看他这边这些人 上面这一尊是犯王 大犯天王 那底下就是其他人 那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天上的人 因为你们看他们都有这个 头上有头光 所以这边表示 这应该是犯王为天子在说法 那三位可以只是把他当成比丘而已 还不一定是生文 这三位 你说这边 这三个人 对啊可能是比丘 但是也有可能是生文 我们不知道 对 所以我刚刚 我刚刚说一定是生文吗 没有 不一定是生文 对 其实你们要是看这个 我们看以前的图 你会发现 你看以前他们的袈裟是什么颜色 你看哦 这个就是中国的画嘛 这画卷是中国的哦 他袈裟是不是彩色的 对 嗯 以前的袈裟是彩色的哦 嗯 只是我们现在在汉传佛教 在中国或者台湾 你看到的颜色就是黄色 还有咖啡色 还有红色 也有红色的 就组衣嘛 嗯 但是你要是再往前推唐颂 他们很多袈裟是有彩色 是彩色的 还有你去看日本 日本很多那些僧人 他们的袈裟也是彩色的 袈裟是福田衣 不管他什么颜色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颜色 我不知道以前他们 为什么是这么多颜色 照理呀 会有很多颜色 为什么 是因为袈裟你是一个坏色衣 他不应该是漂亮的鲜艳的颜色 但是他会有很多颜色 是因为以前的出家人 他的衣服怎么来 就是总监 就是坟墓 那坟墓有人丢掉的不要的衣服啊 那你这个破烂的衣服 你把它捡起来 然后缝一缝 就变白纳衣 就变成你的衣服了 所以他可能一件袈裟有很多颜色 这是正常 但是他不是漂漂亮亮的 很庄严的颜色 所以那个叫坏色衣 坏掉的坏颜色的颜色 所以他是不好的颜色啊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路边 你会看到有收集的那个二手衣的桶子 那如果是出家人 其实就是应该可以去那个桶子 可以随便拿吗 好像不行喔 不行 因为那个是收集政府用的嘛 好民间好不管 反正就你不能随便拿 可是如果有人丢在垃圾桶 或者是说丢在路边 你一看就知道是废弃物 那是人家不要的 你就出家人就可以去捡来 然后把它就是缝一缝 缝缝缝缝缝缝就变白纳衣 对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颜色 那现在其实就是都是一种象征性的 有一次我在我在大陆 有位法师看到我的那个长衫上面 补了一个小小的洞 他就说法师你好有修行喔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我 他就开始赞叹我说你好有修行 我说为什么 我莫名其妙 说你看你的衣服破了一个洞还在穿 我说这很正常不是吗 对啊 就是刚好很明显的一个小小的洞而已啊 可是其他都没有坏啊 后来我仔细看我就发现很多人 那时候我是在大陆 我就发现很多人那些出家法师 他们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 而且很新 也有啊就是都有啊 对 只是我没有想到只是一个小洞 人家就以为 以前有一位法师他为了要摆纳衣 他就花了一万块去做了一件摆纳衣 被骂个半死 这边啊中间这一位是居士 你看他穿白色的衣服 白衣啊就是居士 然后英语 这是什么宰官生 所以中间这边就是一般的官人 所以就不同人 不好意思这边切一半 你没有看到是谁 然后英语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怡 身 得度 所以你看这边 中间这一位就是比丘 然后其他这边 这边有两位 应该也是可能是比丘或比丘尼 然后这边有别人 幽婆色 幽婆怡 所以他是象征性的 那这里是长者 长者居士 宰官婆怒门 妇女身 所以重点中间这一位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他是女众哦 因为他是这四种人 长者或者居士 宰官婆怒门 这四种人 他们的太太 所以叫妇女身 我们另外除了观世音菩萨 33应生 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 32应生 32应生出自于哪里 出自于冷言经 那冷言经我们上次有讲过 因为有人问说 冷言经的32应生跟法华的一不一样 师父上次有说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大概来讲一下 不一样在哪里 若诸菩萨入三魔地 就是入到正定当中 入到三美 进修无漏圣解现缘 又再进一步 能够去修这些殊胜无漏的智慧 得到圆满 甚至圆通的境界 那么我献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所以这里是观世音菩萨他自己在讲 他说如果有菩萨 他修行 你们的讲义没有 这是我补充的 如果有菩萨他修行 他发愿 然后而且能够得到这个圣智慧的话 那么我 观世音菩萨 我就会献佛身为他说法让他解脱 我们再看下一个 若诸有学得四地空 我于彼前献生闻生 如果有彼丘 这些彼丘呢 他们已经证到出国二国三国的有学位 他还没有证到生闻 那么他的愿望是什么 他下一个阶段是要证什么 阿罗汉 对呀阿罗汉 那所以这些有学 我于他们的面前献生闻生 这边的生闻生最主要指的就是 罗汉神要度他们能够成就罗汉 因为有学他们是 想要证到无学位的罗汉果 那你看前面 菩萨要被度 观世音菩萨献佛身来度他 为什么要献佛身 因为菩萨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佛啊 那菩萨一定心当中想要做佛 他发愿要成佛 所以他要献佛身来满他的愿 来度他令他得解脱 同样的如果是前面三国的有学位 观世音菩萨也要献这个生闻生 当然生闻生我们可以说是前面三国 但是这里最主要指的应该就是四国 罗汉要度他们能够成就四国 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 我于比前献比丘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如果现在有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他想要出家 想要修持戒律 那么我观世音菩萨 我就会显现成一位比丘来度他 所以看到了没 这边是一个男人他想要成 他想要当比丘 希望他将来可以当比丘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投其所好 就献比丘来度他 如果是一位女子 他想要出家持这些清净的戒律 那么观世音菩萨就要献什么来度他 比丘你 因为这一位女人他想要出家 但是他还没出家 他渴望出家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献比丘尼身来度他 所以这边是不是众生 他想要得到什么殊胜的善果 他有这个善愿 观世音菩萨就会满他的愿 而且就是用这个身来度他 因为我一心渴求的就是出家 那当然观世音菩萨就献出家身 我一心渴求就是要成就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献菩萨身来度你 你一心渴求想要成佛 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来度你 就满你的愿 随众生所愿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举例 若有要差乐度本轮或者要度本轮度就是度托 本轮轮就是这个类要差他自己想要超脱他自己的要差这一群这个类别 所以意思是什么他要不要当要差不要 可是呢 但是他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要差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与比前限要差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这是什么意思 你既然是要差那你不想要当要差我为什么还限要差来给你看呢 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告诉他 你虽然是要差身 可是我现在来说法度你 你是有可能会出离要差的 懂意思吗 你是要差 我限要差来度你 那意思就是要差是可以超脱的 懂意思齁 好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就跟我们一般讲的同事社有点类似了 你是什么人我就用什么身份类似的投其所好来度你 那你是龙 那么我观世音菩萨可不可以限龙身来度你 可以 因为让你知道你不想要当龙啊 那龙是出生到 那么现在我限这个龙身告诉你法 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龙身还是可以修行还是可以成就的 所以这边跟我们前面观世音菩萨应以合身得度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有没有一模一样 有点差别了 这里是你想要学什么观世音菩萨可能就限这个来度你 所以同事社跟你一样你喜欢的我就同你的喜好 你想要发愿要成就什么我也满你的愿 然后用这个方法来帮你 能够修行 而且重点是得解脱 然后让你能够成就 成就什么满你的愿 而且满的都是善愿 这个是能言经里面的三十二应生你会发现每一个是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是法华经的 普门品当中的观世音菩萨他只有告诉我们众生应以合身得度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跟这个众生有没有发什么愿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可是如果是在能言经里面他发什么愿每一个不太一样他就讲得很清楚了 那以前我们也有讲过 法华经的二十四品的妙音菩萨 妙音菩萨也是限了三十几个身 那妙音菩萨他限这么多身他怎么度众每一个人都是跟他讲法华经 每一位他都每一位众生他都是讲法华经哦 跟普门品有没有说观世音菩萨一定跟他讲法华经 没有他没强调 那观世音菩萨在能言经当中有没有说我要为你说能言经 没有 有没有说我要为你说法华经 也没有 他只有投众生的喜好 然后来度众生 这样知道有没有一点点差别了 但是虽然是有差别 可是菩萨度众的心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看到能言经当中三十二印神 其实跟同事社是有蛮大的关系 那你说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里头 有没有同事社也有啊 也是有这样子的意愿在里面 好我们现在有个思维提案给大家想一下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殊胜无比 那菩萨又没有办法保佑你不死 那是不是表示菩萨功德力不强 懂我的意思吗 菩萨功德力很强啊 然后又可以满众生的愿啊 佛陀讲的业力不能度啊 感觉是你的业力 所以我们虽然跟观世音菩萨有很深的相应 但是不见得一定你想要不死就长生不死 毕竟色身是有形有相的还是会坏 只是重点是我们想要长生不死吗 刚刚有人说我才不要活到一百二 活到一百二苦不苦 苦哦 那要活到几岁才不苦 一百三十二就不苦 活到一百三十二就不苦 对啊 其实这些我们不要落入数字的迷思 如果我活到九十觉得刚刚好 那你如果只有活到八十九 你会不会你会觉得不刚好吗 或者我回到九十一你就不刚好 不开心没有刚好满我的愿就是九十 然后不要落入数字迷思 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为什么要长生不老 为什么要不病 前几天有居士跟我分享 他说他就是最近生了重病 那生了重病呢 他在化疗 可是他说化疗啊 没有一般人显现的副作用 什么呕吐啊什么这些 他都没有 他说他很感恩 他有病没有痛 跟另外一位居士也是之前也跟我讲 他说他跟佛菩萨祈求 他发愿说这辈子我不要求无病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虽然生病 但是可以不要太痛苦 我可以能够忍受能够度的过去就好 对啊 所以会不会生病 有的人是一辈子不生病啊 可是不生病到最后变成什么 你最后还是老化 老化又是另外一种苦 这是事实啊 因为你器官会衰老嘛 那最后还是会死亡啊 那生老病死这是人世间本来就有的常态 就看我们用什么清静的正念去面对他 我们看下一个 来继续来看我们的普门品 普门品前面我们有讲用前面的常行 常行 常行就是一般的好像散文的形式叫常行 可是你把它用记子诗记的方式 这个就叫做记送 那在前面如果有散文 散文后面又再重讲一遍 就叫重送 那他是用记子的形式 再重讲一遍就叫重送 但是这个为什么要再重讲一遍 是因为前面佛已经开始了 那现在再讲一遍就有点类似 把前面的再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让我们知道 所以你要是看以前的这些修行人 他们在背经的时候 尤其你们要是看阿含经 阿含经他前面就是一小布经一小布经 可是每一个小布经的后面 他就会有一个记子 这个记子就是把前面讲的经 把它简单浓缩成这个记子 那你看这个记子就知道佛在前面在说什么 所以这个重送也有这样的意味 我们就是能够了解 那我们在看法华经有三种 最主要的翻译本 就是在汉传佛教这里 那正法华是第一个 那正法华跟庙法莲华经这两部呢 就在长行后面都是没有重送的 重送什么时候出现 是到了隋代的翻译这个 天品庙法莲华经的时候 舍纳绝多跟吉多这两位他们翻译 重新在翻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就得到了这个记送 所以他就把这个记送放到长行的后面 就变成重送 可是记送到底是谁翻译的 没有人知道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个翻译者是谁 那后来呢 在这个之后 因为从这里来看就只有天品庙法莲华经 有这个重送嘛 那前面正法华跟庙法莲华经 是不是都没有重送 对 好所以到了后代人呢 不晓得什么时候呢 就把这个重送并到旧莫罗什大师的法华经里面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华经的重送 不是旧莫罗什大师翻译的哦 这个要知道 那我们现在留同本就有 就觉得这是一个完整 那我们现在来用普门品的记送来看他的经文 前面我们把长行大概讲一下 我们现在就来看他正式的经文 耳时无尽一菩萨以记问曰 这重送啊 虽然叫重送他就是前面无尽一菩萨不是问佛 说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啊 那他在前面讲完了 佛回答他了之后 那这里就是记子就讲 耳时无尽一菩萨以记问曰 问谁 问谁 对啊当然是问佛陀 对他前面问佛陀嘛 然后现在重讲一遍 那他以记问曰 我们要看到后面这四 二十个字是谁讲的话 无尽一菩萨 那他用一个记子来问 所以叫以记问曰 问什么 世尊妙相聚 我今重问彼 佛子何因缘 名为观世音 世尊您啊 这个就是有点在赞叹释迦牟尼佛 无尽一菩萨说 世尊您是如此的庄严 那你具足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这么的书庙的外形 那世尊您这么庄严 我赞叹您 那接下来是什么 我今重问彼 我现在要重新再问一次彼 彼是什么 看你们的注解 这个很重要 第几 好第八 这边彼呢 师傅有写说 对照放文本 彼是什么意思 彼 彼就是那个 我现在重问那个 重问哪个 就是那个意义 我今天重问那个意义哦 那那个意义是什么 就是观世音菩萨 以和因缘名为观世音 的意义 也就是下一句 佛子和因缘名为观世音 我现在重问这个东西 所以我这个 很多人会解释说 我今重问彼是指观世音菩萨 其实不是哦 他是 如果我们按范文本来看 是指那个意义 这样了解了哦 好 那 那 问了佛 佛要不要回答 要 所以我们就看后面佛陀的回答是什么 具足妙相尊 既答吴敬义 前面 前面吴敬义菩萨是以祭问曰嘛 所以前面是一个祭子 那这里具足妙相尊 你们看到跟前面的 世尊妙相聚差别在哪里 世尊妙相聚跟 具足妙相尊 差别在哪 差别在哪 很好 刚刚和讲世尊妙相聚 世尊就好像我在呼喊世尊的名字 我在称世尊的名号 就是说世尊啊 您是这么的庄严书庙 那具足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那下一个 具足妙相尊就是 具足妙相是整个形容词 来形容谁 世尊 所以叫具足妙相尊 他用祭子来回答吴敬义菩萨 如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 红世身如海 历劫不思议 世多千亿佛 发大清静愿 你 吴敬义菩萨 当然是以吴敬义菩萨为代表 代表的也是指示的就是所有现场的听众 你们来听听观世尊菩萨他的修行啊 他能够善应诸方所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的应以合身得度即限合身而畏说法 因为众生有感诸佛有应 所以菩萨要回应众生的需求 那菩萨他红世身如海 他发了四红世愿 不只是红世愿 他还发了什么大愿 很多大愿 我们等一下来讲一下 因为他的四红世愿里头一定有他个别的愿 这个叫别愿 那他的别愿是不是也具足了四红世愿的这个共愿 肯定是 那菩萨有什么大愿 我们等一下来说 我们先讲历劫也不思议 世多千亿佛 经过了这么多无量劫 大劫、小劫、中劫 无量劫以来 菩萨都能够 世就是 福世 就是奉世的意思 菩萨能够奉世很多尊佛 多少尊 千亿尊 但是他是多 就是很多千亿 所以到底有多少 就是很多的千亿 那这个多到底几倍不知道 意思就是非常多尊佛 那菩萨能够 服侍 奉世 供养这么多尊佛 为的是 第一 他要修 福报 所以他要供养佛 第二 他要常随佛学 跟着佛一起来修行 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 功德是这么累积的 世多千亿佛 如果我们的功德还没很多 我们就自己想一下 我有沒有世多千亿佛 我们不用佛一定要在我们现前嘛 佛在我们面前当然很好啊 可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跟着 释迦牟尼佛来修行 可以啊 我们只是没有看到佛的 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但是我们还是有看到佛像 还是有看到经典啊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 跟着佛在学 也是 好 所以还有啊 我们如果拜万佛 或者 我们拜三千佛等等 我们每拜一尊 是不是就好像在 侍奉 在离境一尊佛 是啊 所以不要只有想像 只有一个形象 在我面前 才叫做佛 所以我们可以把佛的定义在 再把它扩展 再放大 发大清静愿 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愿 是非常的 殊胜宏大 而且都是清静的 那我们这里仔细看 巨竹妙象征 祭达吴敬义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汝听观音行 这句话一直到最后面 事故应顶礼 这个结束 就是佛 回答吴敬义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看祭职的时候 有的人会搞不清楚 以为从一开始就是佛讲的或者一开始都是 那个吴敬义菩萨讲的 不是喔 所以我们要分别 一个分别清楚 一个是问 一个是答 我们现在来看刚刚讲的那个八大清静愿 所以大 就是宏大 所以 清静呢 就是我们看 观世音菩萨 依照正理来发清静的善愿 那他自己想求的 也是 只是成就佛道 所以这个也称为清静 就是看我们怎么去解清静都是可以的 那一定是善愿跟正愿 因为他发的愿就是要去度众生 这是善愿 另外他发的愿就是自己也要成佛 这是不是正愿 对 而且是一心一意往前 他不会退缩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观世音菩萨的大愿有哪些 一般都会说 观音有十二大愿 至于十二大愿怎么算的 各家解法不同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 陀螺尼经 用这个千手经 我们来看观世音菩萨的十大愿有哪些 在根据这一部经里面有讲 如果有人要送大悲咒 那你要送大悲咒 就要跟观世音菩萨相应 跟观世音菩萨相应 菩萨是这么慈悲度众生 那么我们也要跟菩萨一样 慈悲度众生 所以我们在送 不管是 这个是难免 因为我们是众生 可是 失比受更有福 如果我们能够 布施给众生 这不是最好的福报吗 我们如果都没有 我有可能布施吗 没有啊 如果我能够布施 表示我们能够要很开心 因为我拥有 我才能够 舍得出去 那这里我们看 他这一部经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要念大悲咒 我们就要跟观世音菩萨 要发大愿 那发什么大愿 南无观世音菩萨 愿我素知一切法 南无观世音菩萨 愿我早得智慧言 所以这个是观世音菩萨 带众生跟他一起发愿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带着众生说 来你们跟我一起发愿 怎么发愿 第一先称南无观世音菩萨 在普门品里面不是有讲 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吗 对 所以这里就是每念一句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然后就发一个愿 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素知一切法 素知一切法 这个就好像我能够正辩知了解一切 所以希望我能够知道一切 能够赶快成就圣道 成就佛道 而且得到一切智 所以素知一切法 而且是赶快成佛啊 不是 没关系啊 我世多千亿佛还很久很远 慢慢来 那当然我们希望赶快成佛 可是也不是急躁 我们是发愿赶快成佛 那你要赶快成佛 表示我就要好好修行 那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早得智慧言 希望我也能够赶快得到智慧言 就是得到般若智慧 能够看清楚世间的虚妄向 能够看破放下一切没有执着 那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速度一切众 你看前面都是自己啊 自己成就嘛 那第三个就变成 希望我能够发愿赶快度很多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我都要来度 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早得善方便 希望我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方便 得方便是要做什么 对 度众生 那再来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速成般若传 成般若传要到哪里 到彼岸 而且这个是 这边虽然是讲般若传 实际上你 一个般若度就聚足前面五度 所以等于就是你成六度 菠罗蜜的船到达彼岸 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早得月苦海 就一样啊 我能够月苦海是不是就是到了彼岸了 好 那么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速得戒定道 就是能够修戒 圆满戒行 而且能够圆满禅定的功夫 前面般若传是不是讲智慧了 那这里戒跟定就是 我们讲的戒定慧 然后再来 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早登涅槃山 这个涅槃山就是你能够登到涅槃山表示你是什么 已经证到下一个无为社 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速会无为社 其实这是形容词但其实讲的都是一样的 我正到涅槃 我就成就罗汉啦 甚至更高的我能够成就自信清净涅槃成佛嘛 那如果是能够达到无为的这个 无为社就是防社 我能够进到无为的境界里面 那至少就是罗汉了 但是再更高的就是 菩萨或者佛的无为法了 南无观世音菩萨愿我早同法性身 这个法性身就是法身 我们众生都有法身 可是我们是菩素的法身 我们只有素法身 还没有像佛一样庄严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和佛相同的法身 就是能够有种种的慈悲智慧跟定力 能够显现出来度众生 看得到吗没问题 所以愿我早同法性身 这边有几个愿 十个 所以这是观世音菩萨发的十大愿 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十六大愿 也就是加了后面六个 这十六个其实刚刚讲的那边 那个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什么那些内容 你们在拜哪一部餐里面有啊 对大悲餐 因为大悲餐也是根据那部经来的 那这边再加后面六个大愿加起来就是观世音菩萨 十六大愿 我若像刀山 刀山字 垂折 这个刀子就断了嘛 我若像火汤 火汤字 消灭 就没有火汤啦 就变成清凉池 我若像地狱 地狱字枯竭 地狱就是 痛苦的嘛 你可能有海呀有水呀 就被这个 深的海 应该是说 因为地狱不是有八大热地狱 跟八大的 寒冰地狱 没有 好那在地狱里头就是受苦 那现在地狱就没了 结束了 那我若像恶鬼 恶鬼自饱满 因为恶鬼他就是没得吃是很痛苦的 想要一直想要吃 那我们就观世音菩萨就 还有其他要跟观世音菩萨学习的众生就像 这个我就好像是我自己了 我发愿 如果 我会看到恶鬼的话 我能够让恶鬼饱满 所以 如果发了这个愿 看到恶鬼要不要害怕 不能害怕 因为你已经发愿要恶 我若像恶鬼 恶鬼自饱满 说师傅我没有发愿我要像恶鬼 意思就是说我如果面对恶鬼的话 这样懂意思 你发愿要去使法界去度众生 那是不是每一个法界都要去 这很大的愿 那我们现在在人道就先 如果有人找你麻烦 这个人是不是恶鬼 这个人是不是修罗 这个人是不是畜生 不要看别人 不太像 叶叉 不是修罗是叶叉 所以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 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福 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 因为畜生就是比较少智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畜生都是 没智慧 有的人还比畜生更没智慧 但是这只是一个大概来说 我若像畜生 我希望他们能够没有愚痴能够得到大智慧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十六大愿 那么也是如果我们要修观音法门 我们就要观世音菩萨一样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重圣的下一段 我为乳略说 闻名极见深 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我现在为你们来 简单的讲 略说就是 略说一二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这么多 无量无边 我们有可能全部讲得完吗 讲不完 所以佛就说 我只是举一二 举己相来 跟你们说 那从这几项的你们就可以了解 观世音菩萨有多殊胜 他的功德力多大 那我们 佛来跟我们讲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我们听到了以后 闻名 听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你听到他的名号 接下来 我们就要口说 口称观世音菩萨 所以这带你们注释第几 17 谢谢 所以当我们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时候 我们就是 耳朵听到名号 口上就要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见身就是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向好的装颜色身 见到他的身 那么我们接着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就要礼拜 就要去供养观世音菩萨 如果我们这样子最重要就是 口 闻 耳 称 眼 见 身 礼拜菩萨 那心怎么办 心怎么办 对呀 心要念观世音菩萨 而且 念念都不迁移 因此这边讲 心念不空过 表示每一念一念都是 继续的没有空隙 这个就是正念相续 因此我们心当中有观世音菩萨 我们能够正念相续 那心当中有观世音菩萨 代表就是我们有像观世音菩萨的大愿 有菩萨的慈悲 菩萨的智慧 菩萨的仁慈和爱等等 他的神通力等等 我们的心当中就是跟菩萨相隐 所以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有 值的就是有情众生 心念不空过 我们念念相续 都是正念 都是清净念 都是善念 那么 我们能够灭除所有的 有情众生的苦恼 从这里来看 心念不空过 如果能灭诸有苦 我们能够灭自己 是众生 能够灭我们的苦恼 我们也能够灭 其他的有情众生的苦恼 因为我发愿嘛 要像观世音菩萨的效法 假使心害意推落大火坑 念彼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 如果有一个众生啊 他遇到另外 一群众生 或者某一位众生 他已经 生起了要害 这一位 这个人的意念 譬如说我们讲假 假起了一个恶意 要害乙 那么乙如果 被他推落大火坑 推到火坑里面 火坑会不会枯竭 会不会 火坑会不会枯竭 嗯 会啊火坑当然枯竭啊 因为念彼观音力 重点 已要念观音 所以念彼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 火坑就枯竭了嘛 火坑不见了 变成什么 清凉池 而且是浅的池水 让你得清凉 那么就会得久 或漂流巨海 龙于诛鬼难 念彼观音力 波浪不能没 或者有众生 漂流巨海被 推到大海里面 那你在大海里面能够 存活的几率高吗 不容易啊 我们要是落到大海当中 你没水喝 因为咸水嘛 大海咸水你没办法喝 那也没有食物可以吃啊 甚至会冷啊 会脱水啊 等等 就是你会失温 就很容易就 性命就没了 所以这边讲说 或漂流巨海 龙于诛鬼难 遇到海当中的龙 或者是鳄鱼 像譬如说 鲨鱼来咬你啊 等等 那这些 或者是其他水当中的 鬼 这个是水鬼 遇到这些困难怎么办 念彼观音力 波浪不能没 波浪就是有大的水 水浪跟小的水浪 有大海浪跟小海浪 都没有办法淹没你 那表示我们就可以得救 我们可能被 被冲到岛上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 或者冲到岸边 那么我们就能够得救 或在虚迷风 为人所推舵 念彼观音力 如日虚空住 现在就在讲观世音菩萨 他怎么解救众生的困难 前面讲了几个了 我们看 假使星亥亦这边是 推落大火坑 是不是有火难了 然后漂了巨海 是不是有水难 好 那再来我们往下看 或在虚迷风 这是什么难 山难 或在虚迷风 虚迷山是最高的 我们这世界最高的山 他就是假设 他说如果你有 你受难的 你在虚迷的顶 那有人把你推下去 这么高的山 被推下来 我们会不会死 粉身碎骨啊 所以念彼观音力 如日虚空住 我们就好像 太阳 日就是一颗太阳 好像太阳就在虚空当中 停住 这样子我们还会 会粉身碎骨吗 就不会了 所以停住了以后 可能就慢慢下降啊 那你就得救了 或被二人竹 墮落金刚山 一样这边也是山难 那这边金刚山 到底是哪一座金刚山 不知道 所以应该就是 反正就是 批语这座山 非常坚固 很强壮 很高 这样子 很高大 所以如果有人来追逐我们 我们掉到 就是从金刚山上 往下 坠落 坠落 你会不会摔 可能摔断腿啊 受伤啊 甚至就是 撞来撞去 我们性命就没了 所以我们就念观音 念笔观音力 不能省一毛 所以一点点 皮肉伤 都不会有 所以表示我们就是能够安全的着地 或之怨贼绕 这个就是有贼难 那各执刀加害这些 盗贼啊 他们每一个人 都拿着刀剑 拿着刀枪要来害我们有加害之心 念笔观音力 贤即起 磁心 谁起磁心 好很好 就是这些 冤贼 他们全部都能够起磁心 所以如果有人要来害我们 他们本来是要来抢我们的 钱财 抢我们的宝物 或者甚至为了抢钱财 你看有人本来是刚开始要抢钱 抢财 结果呢 被发现以后 就 为了 灭口 应该是说 为了 这怎么说 你本来是要抢人家的物品而已 结果你被发现了 那你是不是要自保 只好杀人灭口 所以这个就是 执刀加害 那这边如果我们念观星菩萨 那对方不仅不会抢我们的物品 而且他也不会伤害我们 甚至会起 对我们起柔软心慈悲心 放我们走 甚至说你需要什么我送你 对呀 有可能 所以他这边说对方会起慈悲心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什么能够起慈悲心 是因为观星菩萨能 他的力量能够化爆为人 就是他本来是暴力的 他就会让他 变成柔软 本来是很粗暴的 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善良的人 或遭亡难苦 临行欲受忠 念笔观音力 刀行断断坏 如果有一个人他遭亡难 这亡难就是国家的难 国难遭到国难 那你遭到国难有好几种 可能这个人他真的自己犯罪了 所以违反国法 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也没有违反国法 你可能是被诬陷的 那不管如何就是遭到这个国难 怎么办 临行欲受忠 现在已经准备要被行刑了 受忠的性命快要终了 念笔观音力 刀寻断断快 寻就是很快 很快就会变成一段一段 刀子断了头还会不会断 对呀刀子断了头当然就砍不断了 所以江头银白刃 犹如 斩春风 犹如斩春风或者斩秋风 这是不同版本 好 好那我们看下一个 祸囚禁夹锁 手足被丑谢 念笔观音力 是然得解脱 如果我们受到了这囚禁的苦难的话 夹锁上次有讲 夹就是脖子上面的那一片 然后锁就是绑脚的脚链 手跟脚 可能有手铐 还有脚链 好那么念笔观音力 是然得解脱 是就是释放就是很快的 然就是安然 我们很快的就得到释放 而且能够得到解脱自由了 好 所以这边刚刚有讲 不管有罪或无罪 刚刚有讲 你就是我们违犯果法 那违犯果法有可能你是 真的是犯法 有可能是被误险 所以不管是真的有罪无罪 我们都能够念观世音菩萨 他就可以脱离这身心的牢笼 可是重点是 我们有罪为什么能够得救 是要诚心忏悔 不能说反正我都念观世音菩萨 菩萨就会来加持 那我就做坏事 你要当小偷 你就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然后就没有人看到你 你就觉得 我在当小偷 那观世音菩萨 就好像一个 金钟罩 一个保护罩 一样 把我隐形了 都没有人看到 然后我就可以去犯法 菩萨不会帮我们犯法 这个要很清楚的 绝对不会 因为菩萨一定是做清净事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经编图 所以 这边讲说如果有人被害观世音菩萨 就 这边 彼所值 刀杖寻 断断坏 这边有很小的 一段一段 你们应该看不太清楚 有人视力这么好看得到吗 厉害 这边就是 刀寻断断坏的那个概念 然后这边是如果有叶叉罗叉 这边红色的 红色鬼 这个代表就是叶叉 这边也有叶叉 那么就是会受到保护 菩萨会来 加持我们 那这个是上次也有看过 这个枷锁的加 是在脖子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咒诅诸毒药 这个就是 譬如说 下骨毒 以前我遇过一个 马来西亚人 他就说 他们马来西亚人 下降头 下骨毒的 还不少 我问他说是真的吗 是真的 他说他们真的是有 所以如果有人用毒药 不管是下到 一个是 像刚刚讲的 降毒 那个叫什么 降头啊 或者是说 有那个 下一些药 毒药放到你的 食物里面 你看有的人会下迷魂药 那你就会受害 所以 如果有人用咒诅 就是刚刚讲有用符咒啊 或者是用那种 草人 有个昂啊就是你一个小小的 也是 除嘛 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就会很多针往他身上刺 有没有 你怎么看很多电视喔 你都知道要这样吃 好 那不管是有人下符咒啊 或者是做这个草人要来伤害我们啊 或者是下降头 或者是下迷魂药等等 有人要害我们 我们只要念观世音菩萨 这些啊 还酌于本人 你看跟前面也不一样 前面这边他讲说 或执冤贼绕各执刀加害 念笔观音力 贤己起 磁心 有人要来害我们我们念观音 害我们要这个加害者 他们就起磁悲心了 就不会害我们 可是他没有说这些冤贼反而被自己的刀杀害喔 有没有 你看喔 重点是这个 他没有说这个刀本来要挖刺你的结果最后莫名其妙就在刺我自己 没有 那这里他反而讲的是 如果有人对你下毒药 这个毒药会变成是 还酌于本人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这个毒药就没了 反而是害我的人他自己就 受害 为什么 对为什么他自己要受害 他拿药来害我结果变成害到他自己 因果 因果 好很好 那为什么前面那个拿刀杀你的不是变成刀来杀他自己 因果没错啊因为他造二业 拿刀的是临时起义 拿刀临时起义 好很有想像力 拿刀是因为你经过他的地盘说要钱要命要老婆 所以临时起义所以就把上那个念头就改了 临时起义 他就反而那个毒药就会害到他自己 死刑是我们讲的 很好啊想像力很丰富 对啊 可是如果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啊 菩萨很慈悲啊 你有罪无罪他都要救你啊 好为什么 你们觉得 心很凶残 可是菩萨要 等念冤亲啊 八大人觉经 不是说菩萨要等念冤亲 不念旧恶 不争恶人 他既然不争恶人为什么 害人者反而被救被害 是观世音菩萨不够慈悲吗 对这些恶人不慈悲吗 这个人没有忏悔 所以就毒药到他身上 有可能 对啊很好的答案啊 那前面拿刀的那个人 那个冤贼 没有说他有忏悔啊 只有说他因为要救 你强调还是临时起义 好 我们来看 祖师大德怎么解 基本上菩萨一定是慈悲等世众生 但是就像刚刚传动讲的 因果 对不对 没错啊他是因果 可是如果是因果 为什么菩萨还不想办法救他 我们看祖师怎么回答 宋代的慈云尊士大师 天台宗大师 他在 解释普门品重颂里面 还有提到 大慈等爱 礼合君除 而环卓本人者 被害称名 积成虚旧 中文看得懂吗 中文看得懂吗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好了 大慈等爱 指的就是 大慈观世音菩萨 他等爱 平等的爱所有的众生 礼合君除 就道理来讲 合就是应该 就道理来讲 应该全部 君就是平均 都要 除 除什么 除众生的苦 所以礼合君除 可是 却 还卓本人 为什么这个毒药会还卓本人呢 为什么你害我毒药就返回你自己呢 原因在后面 被害称名 积成虚旧 譬如 甲 用毒药要来毒乙 那乙就称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所以这个乙就是被害 被害人 这里被害称名是指 被害人乙 他就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积成虚旧 之前我们讲过 感应 积应 所以这个积就是 他的 因缘 等于说算是他已经有感应 他心有诚心嘛 所以感应已经成就了 应该说感 成就了 所以叫积成 那他积成了 已经圆满了 所以观世音菩萨 必须要来救他 因为他前面 被害称名啊 他有诚心的救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现前 所以叫积成虚旧 也就积成虚旧 我们可以把他解释成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前面的被害称名叫人有诚心嘛 那积成就是你有诚心 那我虚旧就是我有感应要来救你 好 这应该没问题了 中文简单 下一句 能害无积 能害是谁 就是刚刚说的 假 假下毒药的这个人 他是能害的人 他有没有积 积就是刚刚讲的 积成虚旧的积 他有没有积感 有没有这个诚心 没有 所以叫能害无积 他没有 因此恶心自克 所以他起了恶心 最后就反过来 伤害他自己 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起了坏心去害别人 而且还有计划很多 所以他叫能害无积 害人的人自己有没有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没有 那恶心自克 因为他的恶心没有 消 跟前面的 这一个 人 他的恶心 就是拿刀要抢人的那个冤贼 他的恶心有消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他那个 拿冤 就是冤贼拿刀要伤人的 有可能他自己 因为看到 我的刀怎么断了 他马上惭愧忏悔 因为他看到 特殊的现象嘛 所以他马上反省检讨 所以他就起着慈悲心惭愧忏悔心 这是有可能 只是因为 这个经典在讲是很简短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前后文 那这里呢 就是说能害的人他自己无积 所以他恶心自克就是反 反过来害他自己 非圣使然 并不是 圣者观世音菩萨所造成的 不是观世音菩萨让这个毒药回到 加害者身上 是他自己最有应得 简单来讲叫这样 所以这就是因为他的恶心 招感 他恶心招感 毒药 那这个慈云尊士法师又给我们的另外一个理由 这是他讲的 我不知道 他说 毒药有鬼 这毒药有鬼 因为这毒药是跟鬼 等于是相合合的 那毒药有鬼 既然有鬼 鬼是要害人的 所以虚得着人 这毒药你 刚刚我们讲这个匠头 或者是这个草人 那你这个小草人 你这个他一定要杀人 或者是这些 你看有些人他养小鬼 那养的小鬼 小鬼你今天没有满他的义 他会不会反过来害你 会 所以他虚得着人 他必须要找一个人 他要有一个对象 那于是刚刚以 被害他撑关心菩萨他被保护了 所以这毒药去找谁 这毒药就去找假了 所以他虚得着人 一定要找一个人 若不杀他必须自害 这个是指的 这个鬼 如果没有找一个人来害的话 他就好像要害到他自己一样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对象来害 这是 这个尊士大师给我们的两个答案 一个是众生 他有害心 他就由自取因果还之报 这个叫什么 就是因果 的部分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但是他马上 就因果使然 他就 得到报应 那另外是因为这个毒药当中 是跟鬼有和和的 所以这个鬼要找一个人来被害 所以于是就要害到这个加害者 这样有没有问题 不管理由是什么 重点就是 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词 菩萨很恶意要去对恶人不仁慈 要去害恶人 菩萨绝对没有恶心 还有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佛不能度众生的业力 那同样的如果这个咒诅诸毒药的人他的业力太重了 菩萨可不可以度他度得成 也度不成了 下一句 若遇恶罗刹 独龙诸鬼等 念笔观音力 时兮不敢害 如果我们遇到 这些罗刹鬼 就是恶鬼 还有独龙 这些等等这些鬼 独龙啊 前面的那个 霍飘流巨海 在海当中也有遇到龙吧 那那个是水当中的龙 那这里的龙有可能就是陆地上的龙啊 或者是天上的龙 所以独龙还有其他的鬼等等啊 只要我们能够念观世音菩萨 有这个功德力来加持 没有人能够来害我们 西就是全部 他们全部都不敢来害我们 若恶兽围绕立牙爪可不 念笔观音力 急走无边方 如果我们被恶兽围绕的话 那这些恶兽他们的是 爪牙很立的 那很恐怖 我们念观音力 这些恶兽赶快就会 跑得很快 就急走很快的跑掉 无边方就是没有方向 他就乱跑乱窜 像我小时候看到狗吓个半子 我就啊 尖叫很大声 然后那只狗本来往我这里冲过来 我不是念观世音菩萨 没那个善根 我是尖叫一声 然后那只狗被我吓到了 就赶快转身180度 他就往外跑了 所以如果你们有人怕狗的 不要跟我一样 用尖叫的 那是小时候 现在要是怕狗走在公园里面 怕狗来咬你 要怎么办 念观世音菩萨 对啊 你看到狗 我们看到狗 我们就要给他念 三规一 尤其你们要是受菩萨界的人 知道啊看到众生要讲 如等发菩提心 有没有念啊 有天菩萨有受菩萨界的丘手 好请放下 有没有看到众生都给他念 皈依 有 没有念如等发菩提心 哦好 有啊 对啦 要给他念三规一 然后要跟他讲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要叫他发菩提心 能够有皈依很好 再来下一个 丸蛇及腹蝎 气毒烟火燃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这个丸蛇就是毒蛇 那当然腹蝎也是这个像毒蝎啊等等这些都是 有毒的 那这些毒蝎怎么办呢 如果有人要他们要 来咬我们 气毒烟火燃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回就是让他回转 回过去 就是跑掉的意思 所以他们会不会来害我们 不会啊 嗯 好所以他回去他可能是第1个他回转 往别的方向 那另外一个他有可能就回到他自己的巢穴里面去了 云雷古侧电 就是打雷 还有闪电 降薄 数大雨 这个冰雹降下来 还有虾大雨 这个大雨一定不是一般的大雨啊 这就是那种 很大很大的倾盆大雨啊 会淹水的 念笔观音力 应时得消散 那就是能够天晴 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逼深 观音妙智力 能救世间苦 众生如果被 不管是任何的 色身的 色身当中被 围困 或者是心当中有苦恶等等 这些都是被围困的意思 那么有这么多的苦来逼迫 深还要逼迫心 那观音妙智力 能救世间苦 观世音菩萨 他的慈悲的智慧能够引导众生 到一个舒适安全的地方 就不会有苦 我们前面看了好几个了 你们看 我们前面不是有讲 山难 水难 火难 等等 然后还有 罗刹难 恶寿难 恶寿难 丸蛇及腹蝎 这些 还有咒诅毒药 诸毒药难 这边有雷 还有殿 还有虾大鱼 等等这些 都是不同的 困难 所以不只是七难了吧 我们之前 前面的这个 文字的部分 常形的部分 不是讲说解七难 然后断三毒 满二求 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再加上后面的 寄送的部分 就会发现他不只是七难 他是很多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人世间的灾难 有多少 无量无边 不止十几难 不止七难 而且观世音菩萨不是只有度人而已 还有度其他法界的众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这么多的困恶苦恼 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一定会帮我们解难 好 那下一个 我们看 具足神通力 广修至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观世音菩萨他具足了种种的神通力 而且他广修至方便 他修了很多的智慧 方便就是善方便要度众的方便 十方诸国土在 各个地方的任何的一个国度 无叉不现身 叉就是叉土 没有哪一个国土 没有哪一个叉土 观世音菩萨不会现身的 他不是说 只有来度我们 苏婆世界的众生啊 他其他的国土的众生 他都要去度 所以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去 西方极乐世界度众 有啊 他自己就在那 所以他在那里 也在我们这儿 他到处 随处 应现 种种诸恶趣 地狱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见息令灭 种种的这一些啊 他说恶趣就是我们讲的 三途恶道 三途恶道有哪些 地狱 鬼 汉 畜生 这三途恶道的众生有 生老病死苦 观世音菩萨会让 三途恶道的众生 他们的苦 慢慢的 以见息令灭 让他们慢慢的 息就是全部 全部都会 消减 消灭 可是他会慢一点 为什么 因为三途恶道众生 苦太多了 他苦 罪业很重 苦很多 所以要消很难一下子就消完 而且这是一个 罪业重 另外就是 三途恶道的众生 你要他发心 信念不空过 难不难 比较难啊 所以他善根比较薄弱 业障比较重 然后想要 就是这个觉性相对的 也比人还要再低一点 所以他们要马上要 灭除烦恼 没那么容易 所以就是慢慢来 但是菩萨还是慈悲 能够 满众生的愿 然后让众生能够脱离 三途恶道 真观 清净观 广大 智慧观 悲观 及慈观 常愿 常瞻仰 观世音菩萨 他修的这边有五个观 真观 就是真空观 我们看你们的讲义第38 这边有提到啊 观世音菩萨 修的观有五观 这个也是大概的而已哦 真观指的就是真空观 真空观 我们一般之前最常讲的 就是要知道 一切诸法皆空 诸法皆空 这个就是 你看观世音菩萨 我们看心经 照见 五蕴皆空 接下来一句 度 一切苦 所以如果我们 想要度 一切苦 除了 呼喊 观世音菩萨 还可以怎么办 自己修空观啊 对啊 修空观就能够度 一切苦 所以这是真观 清净观 也是观世音菩萨 就用这个清净的心 无构然的心 去观察世间 一切 那能够知道 这一切都是清净无然 那再来 广大智慧观 这个 代表的就是 佛菩萨 尤其是佛的 殊胜的 中道智慧 因为它是广大无边际的 所以叫广大智慧观 悲观 其词观 悲就是 去除众生的苦 词就是给众生快乐 那这个就是悲观跟慈观 慈观 我们没有因缘讲 有因缘你们自己去看YouTube 师父的YouTube里面有叫慈观 常愿 常瞻仰 我们都希望能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发大愿 而且能够瞻仰就是礼敬 恭敬观世音菩萨 好像在仰望观世音菩萨一样 所以我们要看 要看清净的观世音菩萨 他的庄严相好 不要去看别的 不好的 这是五观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 这五观有没有问题 真观是空观 清净观 就是能够看到众生自信离然 智慧观就是 佛他的殊胜的佛智 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的 那么观世音菩萨 好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下一句 无够清净 无够清净光 惠日破诸暗 能浮灾风火 普明照世间 观世音菩萨 他能够以无够清净的光明 而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 世间 他的光明跟智慧 就像佛的光一样能够普照 世间 没有哪一个地方 不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照耀以及加持 悲体戒雷震 慈意妙大云 树甘露法语 灭除烦恼焰 这里的悲体戒 戒好 是要强调 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有戒德 前面我们在讲的是观世音菩萨他的神童力 那这里是要强调 观世音菩萨他是大悲 他心当中有大悲 而且因为他的大悲 产生的一种德 所以叫做戒 悲体戒 那因为他的大悲 跟产生的这个戒德呢 就好像 他能够有力量 能够有雷有雨 要知道这个雷震 不是要去害众生 这跟前面的 不太一样 前面讲说我们遇到这个 什么 有 对闪电打雷 降薄树大雨 不是那个 那个是灾难 这里的悲体戒雷震 慈意妙大云 树甘露法雨灭除 烦恼炎 指的是观世音菩萨他的德恨 他的慈悲力 智慧力等等 就好像 我们能够一场 及时雨 来 滋润众生的心 所以 你要下雨之前 可能会打一点雷 等等之类 所以这个就是 慈意妙大云 产生这个云 出现这个云 不是乌云 让我们害怕恐惧 来笼罩我们 让我们的心不安 不是 而是 妙云 而且是 慈心 慈意的 含有菩萨的慈心 能够 干露法雨 就降下来 他不是降薄 大雨 这里是 树干露法雨 因为前面 前面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观世音菩萨能够解种种众生的难 那接下来讲的就是 观世音菩萨他的智慧 他的德 他的戒 等等 他是怎么样 用他的功德力去 显现 然后来度众生 这样子 清楚 不要搞混 所以菩萨能够降 干露法雨 来灭除 烦恼 所以众生的心 当中 都有火 这些火要怎么被焦熄 就是用干露来焦熄 所以菩萨会下清凉水 下清凉雨来焦熄 我们众生的烦恼心 尤其是起称恨心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全身都火在烧 你不仅脸在热 你全身都觉得火在烧 很想要 你看有的人生气 他就要去打 打门 踢什么 找一个发泄的 那个就是全身都在热 征诵金官处 部位君正中 念笔观音力 众愿兮退散 如果有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点类似你若遭亡难苦 你今天 如果有官司禅身的话 那 或者是说到了 你可能是 好 譬如说 你现在是 你不用上战场 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18岁还是高中生 就可能要上战场 那如果真的打仗了 必须要 去战场当中 部位君正中 你到战场会不会害怕 会啊很恐怖 那就要念观世音菩萨 所以念笔观音力 众愿兮退散 这些坏人啊 还有这些 敌军 他们就会跑掉 好 那再来 妙音 观世音 梵音 海曹音 圣笔 世间音 世故 虚常念 念念 五生 矣 观世音菩萨 他的音 声是很清净很美妙 所以叫妙音 这里指的不是妙音菩萨 他还是在这个妙音是在形容观世音菩萨 所以叫妙音观世音 还有观世音菩萨他的声音他说法的音声是 泛音就是清净的音声 还有他的说法的音声就像海巢一样 海巢声大不大 很大啊 你看海巢在浪在打是很大 还有海巢他掌退是不是都是有时间的 有实解音缘的 因此观世音菩萨他说法是 何时宜 所以就称为海巢音 一个是声音 是大 表示他的音声 很清澈 响测云霄 能够滋润众生 听到这个法语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海巢音 就是即时 我们需要观世音菩萨来为我们说法 菩萨就会出现为我们说法 那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声音是妙音 是泛音 是海巢音 所以有没有胜过是海巢音 有没有胜过世间的种种音声 肯定是胜过太多了 这个无语伦比的 世间音声就是很多就是迷迷之音啊 五音能够让人耳聋 所以我们要常念观世音菩萨 念念勿生疑就是前面讲的念念不空过 不空过我是正念延续 这里呢 念念勿生疑就是要强调我们对观世音菩萨不要起怀疑的心 想说哎呀讲的那么好 天花乱坠 菩萨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有信才能够有功德力 有信这个 机感才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 观世音菩萨 信仰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尽盛 于苦恼死恶 能为作医护 观世音菩萨他是清净的圣者 他对于我们众生的 这些优悲苦恼 还有灾难啊等等这些困恶 观世音菩萨都能够出现 来当我们的医护 就是当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作依靠的意思 好 那么 这样子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 没有好我们继续 这边就要结束了 据一切功德 此眼是众生 福聚海无量 事故应顶礼 观世音菩萨他聚足无量无边的 功德 而且他是以 慈眼视众生 牵手牵眼 来看众生 所以我们菩萨来 看众生是慈悲众生 不是去看众生 你们在做什么坏待 坏事不是 他是要看众生哪里需要 我来帮你们 福聚海无量 就是观世音菩萨他的福德 就跟大海一样 这么多 无不可量 我们可以说无量 或者无量 就是不可衡量 他实在太多了 那福德聚会在一起 事故应顶礼 因此我们应该要顶礼 观世音菩萨 好 观世音菩萨 输不输胜 很输胜 有没有念念 悟生疑 有没有 有没有人是百分百相信的 还是有一点点疑惑 对呀 就觉得讲得这么厉害 对呀 哪一天说 师父 我有观世禅身 师父我生病了 师父我怎么样 那观世音菩萨 帮来救我 看自己的业力因缘 看自己的机感 有没有成熟 看你自己付出了多少 我们都等着被救 我们自己有没有付出 对呀 这些就是 有因有果嘛 我们今天种了善因 你得到的当然就是善果 就能够被救 还有重点 刚刚前面讲的 念念不空过 才能灭诸有苦 还要念念 勿生疑 这里有一个题目给大家看 你们的讲义没有 这是前几天有个居士问我的 他说法华经讲 众生皆得作佛 这是我们以前一直强调嘛 义佛圣 众生皆当作佛 那普门品里面有讲吗 想一下 普门品里面有没有讲众生皆得作佛的道理 没有 好绝对没有的请举手 你刚不是摇头 只有你一个人觉得没有 好 觉得有的请举手 一个 两个 好 那传可你讲为什么 有 因为他有讲那个观 中观的概念 广大清净 广大智慧观 可是看不清楚 他有讲广大智慧观 但是他并没有说 众生皆得作佛 对吧 对吧 你看整个普门品是不是都一样都是在讲救度 讲观世音菩萨有多伟大 功德力多强 然后他能够救度众生 那这样有 这些众生都是被救的啊 会不会这些众生在过去生里面 有跟观音菩萨有一些师生或者是同学 或者是什么关系 他们过去生有关系跟众生皆得作佛有什么关系 OK 我懂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众生以前就跟观世音菩萨结缘了 以前就结缘了 所以现在继续结缘 他们的身份变来变去 他们的身份变来变去 好来 我们今天讲三十三应生 是不是说 应以合生得度 极限合生二位说法 那众生被度了 最高要度到哪里 做佛啊 那他可不可以成就成佛 可以啊 那是不是众生皆得作佛 对吧 这样有连起来了没 好 那众生能够被度 众生又修行 他能够念念 不空过 然后念念物生 众生有没有 觉性 有没有佛性 有 那是不是众生皆得作佛 那菩萨度了这么多众生 所有的众生都得度 是不是 这些众生有根基嘛 他一定有佛性 有善 有这个 善行 等等善因 才能够成就啊 才能够解脱 才能够得度嘛 那这样子有没有众生皆得作佛 意理有没有连起来了 你要当佛 一定是本身有佛性啊 还有你愿意修 你看这些众生是不是都在念观世音菩萨 明 而且修观世音菩萨的种种行 我们刚刚一直念啊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会无为舍 或者愿我素得界定道 愿我 素承波惹传 这些是不是众生都在发愿 发愿的众生有没有佛性 你发的愿会不会成就 会啊 所以众生皆得作佛 那这样子菩萨品有没有揭示这个道理 有 只是比较隐性 我们自己要去推 你没推你会不知道 你就觉得 菩萨品都在救啊 这里救救那里救救 菩萨好忙 我只看到菩萨很忙碌 一直在救众生 没有看到 众生皆得作佛 这样连起来了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思维题 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菩萨问的 很有智慧 所以有在思考才会问问题 没在思考就没有问题 可以问 好 那我们现在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好 祝福大众 素知一切法 造成佛道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